謝謝大家來參加台北市人口及住宅普查處的街牌典禮 我常常講說沒有統計就沒有統治 事實上我們要有一些基本的資料,要辦法去制定政策 按照我看到的主計數給我的資料 在十年前我們當時台北市人口 戶籍人口是262萬,可是在白天的活動人口是314萬 所以也就是說在台北市的白天多出了50萬人在這裡活動 所以如果純粹只用戶籍人口去做政策規劃的話 那就失準,所以變成要有一個調查來讓政策可以更有效力 那麼今天我們這個成立一個跨局處的臨時組織 這叫台北市人口及住宅普查處 在行政上是由市長擔任副查長,擔任首長 由主計數、民政局、官官傳播局、警察局 共同合作來推動台北市的副查 我們是預計今年11月正式的做 預計要抽查十分之一的戶口數 也就是要做到10.6萬戶 這量相當大 不過因為現在網路時代,所以我們有一部分是要用網路填報 另外也是太遠去面貌 那當然就成本上來講,我們一定會鼓勵網路填報 所以如果在用網路填報方式來完成普查 它不僅方便、快速、安全 為什麼安全? 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11月的時候疫情還在,放心好了 為了鼓勵大家用網路填報,所以這個有獎品 最大獎項是10萬元的商品語卷 所以我們在11月的時候就鼓勵市民朋友 如果你是被抽到的,鼓勵大家上網網路填報 今天有做了一些短片 我想在未來的,反正今天8月、9月、10月 有兩個月時間開始做宣導 請11月的時候我們臺北市民配合來做普查 好,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最終是要掛牌 好,謝謝大家